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免費訂閱 給like、share、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成為我們的會員 酒桶營的碗錶 相對起原型的碗錶 都是有一群粉絲 而這群粉絲可以是不同經濟能力的朋友 不同年齡的朋友 都會很喜歡酒桶營的碗錶 如果是錢不是問題的 或者作為投資的理念 潮人、明星等等 當然很喜歡Richard Mill 如果是20年前已經碗錶的朋友 有一群的童年回憶 或者是小時候很想買Famula的朋友 也有很多 很喜歡Famula的牌子 以前二十多、三十萬一隻 現在二手很便宜 有一群人去買 另外一些年輕一點的朋友 他很喜歡 又或者不是年輕一點 可以是年輕 亦未必想放很多錢去買手錶 亦想享受那種感覺 喜歡我造型的朋友 亦會買一些酒桶營的碗錶 牌子未必很有名 可能是日本機芯 可能是內地機芯 也沒有所謂 但喜歡那款 可能有機會有些像Famula 不過也沒有所謂 總之不是假東西就可以了 不要說Famula的字 Famula的字 多了一個A 或者多了一個K 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牌子 只是樣子有點像 有些朋友 經濟能力未必負擔得到 Famula 或者Richard Mill 想買類似的設計 而不是假錶 也不可以 也有些朋友喜歡玩那個雜錶 甚至有些放陀佛倫 等等 但其實 當然 Famula這個牌子 下面亦有一些分支出來 Kustos當然是其中一個 Kustos這個牌子 卡斯托斯 在日本非常流行 香港未必很多人喜歡 日本就流行到不得了 你就這樣打這個字下去 出日文的影片 甚至有機會出多個中文 在YouTube 日本人很喜歡 美國人亦有一堆喜歡 但日本人 我可以說 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歡這個牌子的 一個種族 一個民族 這個手錶有些朋友 誤會他是Famula的兒子 其實Famula有兩位的Founder 一個是Famula 另一個就是這個設計 或者這個牌子owner的兒子 應該這麼說 Famula的兩個老闆 其中一個老闆 不是Famula 那個老闆的兒子 就推出這個牌子 可能也是 他爸爸說 我們Famula已經搞得很大 或者是怎樣 兒子不要在這裏做 自己出去開牌子 技術支援 那些爸爸搞得很大 可能是這樣 但這個牌子的確是有他 和Famula不同的地方 亦都有 個人特別的地方 但買的時候 亦都有要注意的地方 一會我會和大家說一下 這隻C-Liner系列 也差不多可以說 是他一個招牌之作 因為他在他的官網 或者在很多廣告上面 以這隻藍金 這樣的動作 以及這樣設計中間的 這個外觀 作為很多廣告的展現 這表的確是有趣 這個字是卡斯托斯 拉丁敏叫守護神 我不知是否這個字 遇到日本人的情義傑 一看到這些字就很喜歡 樂之不疲 在日本就叫這隻做守護神 也真的是名字的解釋 那些朋友很喜歡這隻手錶的設計 因為他走痛得來 有自己的路線 有自己的處理 就不是純粹好像抄了人就算數 那樣 因此有他的粉絲 在這裡 先說回這麼特別的 Dial 以及這麼特別的機心 這個機心CVS410 這個機心也是個癮之處 就是 你在官網上 他說我們自己有一間廠 做自己的Dial Case 全部是我們CNC 全部是自己做的 他沒有特別提及 他的動作是自己做的 這個肉 他自己在官網上也沒有說是In-House Movement In-House Made Movement 他沒有說 但是一些他贊助的新聞稿 就說這是一個自己製作的Movement 但是就這樣看 又好像有少許Edta的影子 因此也是一個謎 Anyway 無論他是 Based onEdta過了期的Pattern 然後自己做的Movement也好 或者買個Edta的機心去改 也好 或者In-House Movement也好 因為真的求證不到這件事 雖然很多他給錢的線稿 說是In-House Anyway 這個Movement絕對是好過很多In-House 一定confirmedIn-House Movement 因為他做的事真的很多 底部就看到 只是做了一個擺佗 變了色 但是他真的做了很強烈的Open和流空 兩件事 日曆也是流空 整個機心改得很厲害 做了一個類似螺旋掌的東西在中間 整個橋 做了一塊 七五零金所做的一個設計的Dial 是很ulite的 有夜光 那些針也很英俊 但是也有些東西是比較有趣的 他說明這個標是有落七五零 梅桂金去處理 但是有些位置 例如這一塊我認為是七五零 這些也是 但是這一塊 外面的浸 我認為有些像是Titanium 倒了金 因此 比較特別 Dial就是玫瑰金 就是這些金色的位置 我就看到它是這樣 但是就比較特別 因此 鶴就是 倒了藍色的一個鶴 但是它的金色位置 有很多都是玫瑰金 但是我不排除有些是Titanium 這是我自己的觀察 非常漂亮的Dial 非常漂亮的玻璃 非常漂亮的鶴 非常漂亮的鶴 毋庸置疑 千萬不要 這個標一看 好像那些一萬幾千 純粹有一點點致敬其他品牌的那些標的感覺 那些標的感覺 絕對不是 那些標也沒有問題 我只是說這個標的質素絕對不是 因為它的Dial的處理 手工是很漂亮的 不是一萬幾千的標 可以給你的質素 但是這個標也有些朋友需要注意 如果你覺得挺有趣 或者其實不只是這樣的外型 有些用carbon fiber等等的處理方式 很漂亮 很有趣 好像會不會很貴 也值得買 首先有幾項要注意 買這個牌子 第一 它有很多不同的帶款 你買帶款的時候 記住 你可以買些什麼帶款 你可以買這些針扣帶款 起碼我自己是這樣 也可以買這些 這些 捉下去 選擇不同 總之是adjustable 可以調教的帶 比較適合去買 不是的 因為它很多款式 有50%以上 都是剪帶的款式 而它的帶很QK 很難找到代用 因此 不容易找到 帶的情況之下 買這些可以調教的帶款式 會好些 否則 帶回來 根本不適合 因為上一手剪太短 你要找一條帶 也很麻煩 那情況之下 就不太好 當然你說 不是的 我根本不介意原裝扣 你買一條帶 這些又不是難的 但是你說要用原裝扣等等 那條原裝帶 就比較容易配合 這件事 第一要注意 第二 這個牌子 定價 就不是便宜 甚至比Famila還貴 因此 要注意 這支牌 一手就死定了 就算一手就跳樓貨 也很金 譬如舉例 這支牌子 十八萬港幣 差不多圍到這支牌子 當然很多朋友會 卻步十八萬買不到 你想想 十八萬港幣 就算我當你打個半價給你 可以找到 某些 很資深的水貨店等等 那也要九萬 不要說半價 四折 都差不多八萬 很難買得下手 但是這些牌子 在日本很多二手 兩三萬港幣 就可以玩一個 但是你說 去到 這樣的價錢 十八萬 你買一隻 Famila的Vanguard 都不用太貴 Visor等等 因此 它的定價是有些高昂 要買對價錢才好賣 否則這些標 就輸得很金 當然有朋友也不介意贏輸 也可以 沒什麼所謂 第二就是剛才說的 買一些 大 第三 它的玻璃很特別 即是 圓拱形的玻璃 很漂亮 但也想說 你要配上是不容易的 原廠當然有 但你說出去 車回等等 就相當困難 因此 買的時候也是買一些 如果買二手 就買一些玻璃沒有化 就會更好 主要這些位置 它不同電道的顏色 藍色 綠色 紅色等等 你也要接受 總有一天 它這些邊緣位置 動得多 有時候會偶爾有些吊息 這件事也要接受得到 整體來說 卡斯托斯絕對是一個 如果你想買酒桶型換錶的 牌子 不想花很多錢 有些個性 蠻特別 蠻帥 而二手很低 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而在日本已經充滿了一段時間 香港雖然沒有太多人去認識 或者去理會 但是 絕對是表現你的個性 而且 蠻有趣的 其實是蠻帥的 一手錶 今天跟大家介紹 卡斯托斯 多謝各位